长春生活的话也得在五千块钱以上 总而言之 我也不大喜欢住小房的 大叔相亲很离谱 苛刻要求难满足 你感觉还能要还 生理原因 咋不动要呢 看一下这种要呢 还有个大叔很硬气 啥都要和前妻比 我家媳妇听下你这个个儿子的 漂亮 啥个儿 阿姨百里来相亲 过程坎坷一肚子轻易 我想找个依靠 《乡里相亲》马上播出 今儿我心情不错 就刚才没完事吧 跟我媳妇给一块儿吗 我来说压名意思唱我歌吧 我随便唱一首 那你强项呢 多给一千块钱我来 这点歌还挺贵 那唱那啥呀 你唱一遍 原因分享一下 我让你考 让你考 没什么大好主流 你听过这个 就这个就把我滴妹感动了 没跑掉吧刚才 跑得还不太远 该说不说 我的滴妹也挺好哄的 那给你得唱啥呀 你姐夫要给我唱歌 又得唱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退货呗就是 关键是现在烦不着场了 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滴妹的这种需求 可能也是很多女性的需求 怎么讲呢 就是不论是小罗莉 还是大阿姨 找男人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呢 都是需要一副 可以依赖的肩膀 对流 唱歌不会是个形式 要的是这个内容 是不是 女的要啥呀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那不就是依靠吗 对呀 想跟人给一块 你得把肩膀头给人家 明白这个 给肩膀头就好使 但是你有点想简单了 不完全是那样的呀 就比如说 今天来我们节目组 相亲的董斌阿姨 是 他是要找一副 可以依靠的肩膀 但是这肩膀有多厚实 那就得好好的说了 说到了 相亲主角 董斌 57岁 没有收入 现居住在 辽园和女儿 一起生活 为了这次相亲 董斌阿姨 可是一大早 从辽园坐客车过来的 来长春之前 就一直跟心眼嘱咐 相亲对象的条件 必须得好点 不然也不过来见了 那么在他心里 究竟啥条件的男人 才算达标呢 所以说就是一年平年大了 就差一个依靠的钱吧 因为啥呢 长春那个成熟 跟我们的还不一样 消费相对来说能高点 那你觉得他这个 一个月的现在的收入 多少能达到 你觉得心里那个预期 能让你依靠上 你觉得能生活稳定一些 那当然这也得 我要么在长春生活的话 也得在五千五千以上 其实五千五千以上 在长春也是一般 董彬觉得 在长春生活的话 五千块钱不够干啥的 说白了也就是两个人 勉勉强强过日子 如果只有这些退休季 那可不够成为 他依靠的肩膀 既然是依靠的肩膀 那就得方方面面 都得靠得上才行 他家环境看不上我 是特别在意对方的 就是那个生活的环境 家庭环境 对 为啥呢 也与我以前的环境也有关系吧 因为我以前环境 还是可以 就是说总是相互对象 做一下比较 我总愿意在心里比 总而言之 我也不太喜欢住小房的 多小算小 我家就我家没动签的时候 平房的时候 我家都好几套房子 我家院特别大 就那种感觉哈 完了等到 那个回县之后呢 我家也住70的房子 哎呀 心言心里挺纳闷的 不小于70平的房子 起码5000块钱的退休金 这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条件了 可这些在东兵眼里 也只是条件一般吧 听着他这么高的要求 心言不仅为即将要见面的 李玉军大叔捏了一把汗 让你等太久了 上车吧 啊 阿姨都到了 这家来了 上车 上车坐 先跟阿姨认识认识呗 认识认识吧 嗯 书都没敢看您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给他上脸了 哈哈哈哈 相亲对象李玉军65岁 退休金4500到6500元 有房有车没有负担 不理想 不理想 主要不理想在哪 这外表得差不多啊 嗯 你觉得他外表怎样跟你像样呢 嗯 他个儿不像 你觉得身高应该在 应该在1米7左右吧 1米7左右 嗯 那你觉得他呢 他没有啊 嗯 他能有1米6吧 一般 一般 为啥一般呢 个头不行 那你想找多高的呀 我想找1米6多呢 1米6多呀 他都没找1米6 东兵告诉先言 啥事他都愿意做比较 别看自己只有1米58 前夫可是身高 长相样样都有啊 再找的另一半 不说比前夫强吧 那也得差不多了才行 显然黎玉君的外形没有让他满意 不知道他的其他方面 能不能让东兵满意 我说想问你家房子住多大 我家房子 啊 你家房啊 这个都行 啊 阿姨觉得房子的那个大小 那都无所谓 总而言之哈 我也不咋喜欢住小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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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玩意家里的大小 温馨就好 有的就是过家人 很真意真意 很过日子 而不是说 不前来的 有的呀 有的不前来的 有的他不是不前来的 你刚才说有的人是奔前来的 有的人是诚心跟你过日子 那你觉得你通过跟阿姨这个了解 你觉得他是哪一类的 这样爸爸给你过日子的 这一类的 那你当时问他这个房子大小 你觉得这个满不满意 有点小 哎呀房不房子倒行 像你说要是 两个人要是行的情况下 房子又多平 咱说得也行 解决将就吧 我看中另一半主要选择就是饮品 人品很重要 反正就是说有啥事吧 不管是什么事 都不要麻烦得长的一眼 我就说那种事 什么事都是透明化 包括精进 叔叔你赞不赞同啊 赞同 赞同啊 那就以后俩人过日子的话 你能跟阿姨这个前台透明化呗 我家我自己也花钱嘛 这咋子吧 自己花钱我都有那账本 这些花啥的 我都写着 买啥的 加油钱 或者是买粮 处于上超市 买东西啥的 这我都得干 我都得一一一 我都得写着 这外话你不知道那钱咋花的 不知道那钱花哪去 生活琐事吧 你到时候不懂一家吧 不需要那样事的 太细了 哪怕就是我去 买个三宝两宝的 晚上回来也需要记账 我不需要那样的 就说咋的 然后像你说的 就是说是 好像是咋的 不用说是 花个圆八角的 回去了 花个三块五块 回来也记个账 这那的 我还真的挺反对这个事的 我挺反感 我从来不记账 嗯 我没记过账 我反感 我反感 就说是咋的 就是 两口人过日子 不需要这么 细 这就是斤斤计较的一种表现 阿姨觉得 记账 有点太 这个生活过得太细了 她不喜欢记账 不是太细了 太费心了 嗯 你咋看这问题 那 那你说呢 你买东西 你不记账也不行 三五天 五六天 谁常常忘了 董冰非常反感 李玉军过日子记账 按他的话说 年轻的时候 爹妈给钱花 结婚了之后 老公给钱花 过日子 从来就没有账本 这一说 年纪大了 更受不了这感 两个人完全不同的 生活习惯 让李玉军心里起了疑问 这董冰之所以 有如此高的要求 是不是人家起点就挺高呢 所以要找一个各方面 都配得上自己的人呢 你今天是多少 五几 我属兔的 兔的 兔的 七岁五十八 五七 九岁五十七 单位呢 我没有单位 没有单位 啊 我就想找一个 就是不嫌弃我的 嗯 啊 嫌弃你啥呀 你要嫌弃我 说的哎呀 那你也没有老婆婆大的 还得我养个你大的 嗯 那就不行了 就是退休机 对啊 嗯 叔叔你咋看这问题啊 嗯 我退休了回家贷工 今天出去找个活 啊 但是贷工 你就是 这个 都挣来多少 不费你贷钱 嗯 后面想好了 挣多钱就啥用呢 自己自己 自己 挣半年前就够自己活半年的了 这我呢 我一月开四月弄个钱 我还干啥呢 弄还出去干个活 我还出去打工 那呆不住 嗯 呆东西给你了 这哪能往前 你没听到说吗 他先说没有做 啊 啊 还得依靠你 啊 还不想出去打工去 啊 完全都我的事 我这还遥遥还 还想出去找不看你 你这钱不说的怕多 我估计他这个人呢 不能是太大方的一个人 嗯 我看 嗯 我就跟他说话 对他说哪句话 你觉得 就是他 就是从他说哪句话 就是包括钱方面 嗯 知道吧 他就不是很大方那种 不一定出去打工了 嗯 就找个依靠的肩膀 阿姨那一呢 是 我现在呢 没有收入 我以后呢 也不打算打零工了 我想找一个依靠的肩膀 就是呢 他能养着我 两个人一起 是不是这意思啊阿姨 对啊 他能不能依靠你啊 阿姨想找个依靠的肩膀啊 你的肩膀 能不能让他依靠 这意思啊 你怎么说呢 你先说你这个 你俩先菜头菜头 先处处 嗯 我那下一步我那处那个 对啊 董彬现在没劳保 也没收入 以后也不想再出去打工了 所以才对房子和退休金 有这么高的要求 希望找个能靠得上的男人 但是李玉君觉得 能不能依靠令说 一直都是你在收要求 我也得提一下自己的择偶要求 接下来他会提出 怎样惊人的要求呢 叔叔说问问那个 能不能给他生大方小子吗 给他生大方小子吗 叔叔你记不记得啊 这个年纪还行 有些问题的话 正常嘛 嗯 能让他去的话 他两个月子 你两个月子 应下一次 不行 这些话不行 没有人家就在这儿办 那你得 你得多少 嗯 你得多少 六个 六个 六个多少 六个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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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感觉还能要孩子吗 嗯 剩下你 啥不当要呢 我感觉他这个人有点 嗯 就不太 守复到那种 嗯 为啥从哪看 他说话说出来了 嗯 说话先说 包括说是 那个 要孩子咋的 那哪是不是还有那想法 我都没那想法 想要就要一个 不想要就不要 嗯 能生的话 不更好吗 嗯 那你这爷爷能不生啊 我也能生呢 能生不更好吗 你看你姑娘三个多了 你还在要啥孩子呢 你姑娘一个孩子挺大的吧 叔叔 你这个 你这小法是开玩笑的 还是你真这么想的 真的 真这么想的 嗯 那你觉得跟阿姨那相亲 你现在五十多岁了 人家还能生吗 就咱们从生理角度来讲的话 生活咱们不生 嗯 但阿姨其实觉得你这个想法就有点 骗机 别为啥呀 最起码 你要想要孩子钱 你得有条件 嗯 对不对 你现在有128 28万钱 嗯 是那种事吗 你没有那个钱 没有那个基础 我现在年龄这么大呢 想来说你给不了孩子的未来 所以说 是不是 嗯 一方面是 没有劳保 嗯 二是 没有个儿 第三的话 还没劳保 还不想出现小姐 那你想不想跟他继续了解了解 接触接触 想还是不想 不想 不想 他想的和我不在一个频道上 那你其实想不想跟他再继续交往呢 不想交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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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实在有点看不下去了 嗯 这大叔的想法也太奇葩了吧 啊 你要是四五十岁哈 你有这种想法 说要个孩子 别管孤女小子哈 歇言歇言 没事玩呗 这能理解 你说 哎呦我的妈 你说这是找对象来了 还是男的人来了 咱不说他啊 嗯 但是咱换分两头了 嗯 说完大爷咱说 说为啥大爷提出这个要求呢 我怀疑跟这阿姨有关系 为啥呢 阿姨是要求少吗 也不少 你退休金我告诉你 你不能少于多少 你的房子 你得多大的 你不能少于多大 你要求这个要求那 回头你得守他 那条件一般也没啥玩意 说白了 自己呢 你要啥啥没有 完了还想找一个 成天给他花钱养着他的 那把车哪给找去啊 这么看嘛 他真挺有难度 是不是 但是你别说哈 这个事呢 还难不挡我们的心眼 又给找了一位 这位呀 叔叔呢 是64岁 而且呢 人家有实力啊 卖了一套房子 手里还有三套 退休金每个月将近6000块钱 你就说这条件怎么样吧 人家条件这么好 那要求肯定得老高了吧 阿姨这边条件咱看着了 那能行吗 哎 心眼也想到这了 也事先跟叔叔说了 叔叔说可以见面呢 而且呢 还把对方邀请到自己家里了 这个楼可能比较老了 是不是啊 不是那种那个 带入面流小区 这也介意 这也介意过 画面老科的 啊 阿姨 他住这样的小区 你歇不介意 他不能在住 啊 不能在这住 为啥呢 有好听不住住这个地方 是这个门吧 是 哎呀 我得点这小区 他就50年了 几楼啊 几楼 赵瑞几楼 二楼 你看这个管道就知道是老小区 是不是啊 你们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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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呢 这 这个 嗯 85平的房子在那个那儿 咱到我俩一套 好 手压都在这儿 看啥呀 我一般都在热儿住 热儿那房子大 嗯 热儿我妈这一个人 那房子大 嗯 这个 你这 你这 你这没等那个阿姨刚进了 还没说话 你这先太交来自己房子了 是不是 我说这房子小 我说我妈那有 虾亲对象管红军64岁 退休金5500元左右 三套房子 儿子结婚 没有经济负担 叔叔你多高啊 我 原来 当兵的是一米七零 嗯 现在好像也就一米六八 六七那样 说出来 嗯 当兵这两个是一米 一米七零 嗯 你原来阿姨之前嘛 一直说 哎呀对身高要求还挺高的 是不是阿姨 不行有什么事 其实干啥 哈哈哈哈 叔叔特别 对呀 没人说把帽子扎了 是不是太热了 我把帽子扎了吧 那那那那我先问问吧 对呀 你今天多大啊 57 嗯 57 嗯 做什么呢 我啥也没做呀 我以前打工了 啥也没做 那剩下怎么办呢 啊就是以前打工啊 自己打工啊 嗯 嗯 你是哪儿的人呢 我聊天室人呢 聊天室有房子吗 聊天室啊 嗯 有房子就姑娘了 嗯 上面有三无了 嗯 三无 嗯 但是叔叔你建议三无吗 嗯 建议 你之前不是说不建议吗 有那个医保啥的 嗯 嗯 嗯 但是我也得 就你不说吗 你让那个人好 啥的就行吧 我一样的媳妇 就像你这个 漂亮 嗯 大个儿 你闻掉 她死了 去世了 嗯 嗯 照片咱都在这儿呢 嗯 嗯 一百六十七 嗯 嗯 为啥呢 建议不入了 是 建议 管红军的直接流荡 让东兵有点挂不住面子 心眼有点想不通了 两个人的基本条件 在见面之前 已经互相了解过了 这大叔怎么突然之间 就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去了呢 叔叔你是咋想的呀 别露了啊 忘年 你是咋想的 我想 就是异地恋 再也跟没不好沟通 你要是那啥的话 我就过来了 啊对啊 那啥要异地恋呢 就是不存在 不存在 异不异地恋了 嗯 你一个姑娘 嗯 原来做什么买卖啊 原来呀 嗯 我也没做买卖啊 但是我 我 跑十年吃饭 嗯 我最早原来媳妇爸 干啥的 最早 嗯 就单位省其的 消费厂厂长 就是跑上去车上 就是你总提你前妻干啥呀 嗯 我就说这个意思 我问她是干啥 然后你总联想到你前妻 没啥你先把口罩摘了 你这屋里带口罩 不露了 不露了算了 我也不露了 你啥呢 他已经说不露了我也不露了 因为你说接夜 到底啊 到底把我姨给气走了啊 是我都站不住了 真太气人了 你说你来相亲嘞 嗯 你就说你说我说眼不前呗 对不对 那对呀 你说你老提什么前妻啊 你要是能跟你前妻再接着过 你找什么老伴啊 你管那地 你得有点 有点风度 是不是啊 对 不要求你身世 你也别震神的 我跟你说你要这么一看的话 我姨真算挺大量的了 阿姨走哪儿去了 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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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走这么远呢 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你等我一会儿 我们的车还没回来呢 你超级走啥 你说他这种事 跟他咋的干呀 说啥呀 但是他真是咋的 这是咋的 所有的事都跟他说的 都说明把人说不介意 像他会说人好就行 人好 咱说了 你总拿我跟前妻比 对不对 那你找电影没醒呢 我都想说 你啥玩心里想说 那先等一会儿 我们那个摄像还没下来呢 那咋的 那跟他说啥呀 不跟他说 完了你本身 你还中的老破误 他俩那挑一啥呀 我估计这阿姨是不可能回去了 回去干啥呀 谁人有脸束手皮 回去就剩一件事 就干账去吧 回去 就应该给他晾个人晾到屋 我跟你说 那是该呢 还该 人自己叫他委屈呢 我每月工资三千五 我还有个大额出息 因为我还能得到一千五 那你说我这条件次吗 我三大方了 长一下也不行 你看他脸子全是折的 哪有这 哪像是我 你这是想找个好看的呗 起码能说的过去就可以 哪怕你家的你条件不好 但是你长相必须得行 我明白意思了 你说你要条件 你要干啥 就站一点 对 站一点 啥也不站 你看我 你看我是三无 我还看不懂你 对不对 是 但是他说 你说他说话 说不大人 我发现六岁以上的人 跟我都不一样 说的那玩语过文字 敢发现那人说的呢 这一笔还敢发现那老头说的呢 那老头还比他说的强 知道不 他说话就是说不明白 就是那种快挑肥点事 你还挑我 我还挑你 你觉得还是不行吗 不行 行 那就这样 那你在这等着我 我让我们司机回来 不 我不看了 以后我指定不看了 为啥呢 不看了 都这样事了我就不看了 我也不知道 你觉得这个叔叔 反正都不可行 大多数的叔叔 都是一上来就讲这些 不是讲这些 你说咱说的都说好了 你说得不建议 建议位不能来看了 对啊 都说不建议 阿姨往那边走啥 你得等我们车 你看着车的吗 你看着车 他这儿没地儿停车 他去找停车地儿去了 刚好我回去 他敢看 对啊 1点10分钟不上 所以你等我 你得等那啥 我们司机下来 我得把那司机叫过来 那你自己走啊 你能走了吗 找不着 可以 那我得 他来嘛 不得嘛 你别 那你在这儿等着 我上楼 我上楼 把东西啥都收下来 然后咱们一起走 行行行 叔叔回来了 他给你找的 你得 给阿姨都气走 那你第一印象 你就没太相忠了 对 那你进来以后 又给人家拿房产证 又拿啥的 我认为你挺相忠的 我给你们看 那你这说话也太直接 一下子阿姨一起走 咱也得围晚一点 觉得不合适啥的 你这围码 我这实在 不行 咱就齐个嘎啥 那你之前都知道 他啥也没有 嘎同意啊 你就心里找我看 对 我认为他长漂亮的 对 我认为他长漂亮的 你一说 哎呀妈长得 让我看了 说话也爽快 对呀他说话爽快 长得我就说 长得还行啊 没看到 你看我这 我都是哪像五十五的样 你看他 我俩工作啥啥没有 什么条件也没有 你起码你没有条件 你长得漂亮行 我也认可 因为我 你家长得有好看的 一个 条件 条件也不行 长得也不行 就是按你的叫 你啥啥啥啥都不行 对对对对 你两个钱分了 你那些人经济实力 肯定是可以 是不是 好看的肯定没问题 好看的 他看的 他怎么 要是这么办乎人 我也不办 行叔叔 那这个阿姨就 肯定就不行了 不行叔叔 哎呀看到这儿啊 我算是明白了一个道理啊 就是你们男人 可专一了 就是不管多大岁数 那都喜欢 年轻漂亮 颜值高的 说来说去你说 到最后有点没成功 不就是因为阿姨长得不够养眼吗 你们女的好了 你就说这阿姨 那不也说 第一个叔叔 你看那个头的矮 那小个 那不也是那么回事吗 这玩意儿没毛病 谁不想找好看的 不是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对 但是这美 它不光是光脸啊 那美你得宽泛一点 那还有内心呢 你对人家要求那么高 你再看看自己 所以是不是适当的以后 再找对象啊 找老伴啊 把这要求往下滴一滴 跟自己匹配一点 其实呢 不光女人呢 需要有一副肩膀 让自己依靠 对于男人来说呢 也渴望能有一个 知冷知热的人 给自己做支撑 对流 多包容 多理解 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呢 慢慢的去发现 对方身上的优点 你这样一来 你相信的成功性不就大了吗 嗯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 乐盈518 矮盖大棒火金梁 中枢第一抗讨网 本来没有乐 赞助播出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相亲现场 小伙说出真实想法 姑娘反应为何如此强烈 你感觉可嫉妒啊 像变态似的 面对不同的相亲对象 小伙为何说法不一 自相矛盾 真的喜欢她话 一切体验都不是有条件 大男子主义的背后 真实的小伙到底什么呀 就用这种方式 来证明我的清白 乡里相亲 大男子主义的背后 下期播出 相亲现场 小伙说出真实想法 姑娘反应为何如此强烈 你感觉可嫉妒啊 像变态似的 面对不同的相亲对象 小伙为何说法不一 自相矛盾 真的喜欢她话 一切体验都不是有条件 大男子主义的背后 真实的小伙到底什么呀 就用这种方式来证明我的清白 乡里相亲 大男子主义的背后 下期播出